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。 老翁捕虎 有一年,在一个靠近城边的地方出现了一只凶猛的老虎,咬伤了好几个猎虎,却一直没有人能抓到他。 于是,有人向县令献策说,不如去请辉州的唐打猎,他无意抄群,一定能处此过患。 县令立刻派人带上钱财去请唐打猎,那人回来禀告说, 唐因为有势在身,不能亲自前来,但他挑选了两名记忆惊绝的猎人,前来捕虎,马上就到。 两位猎人到了,人们一看,一个是头发胡子都白得像血一样,还不停地咳嗽着的老头,一个是年仅16岁的少年,人们顿时大失所望。 到了半山腰,只见那少年对着山谷学了一声虎啸,那只老虎立刻从密林中窜出来,向老人扑去。 可老虎刚从老人头顶越过,便扑倒在地,血流成河。 原来,老虎从下巴到尾骨,都被老人用力斧割开了,人们这才佩服得连连叫好。 一高人胆大,只有身怀绝技的人,面对凶恶的对手才不会惧怕,而是坚决地战胜他。